这里就是他们养牛 养羊的场所 很多时候加工就在这里 烤那些羊脚 羊头之类的 我们还是去之前的屠宰厂去买猪肉 又要喝啤酒啊 要逼个boss 这个猪肉老板还是很好相处的 现在还没杀 他们在这里烧水 然后你看这是卖的啊 好久没来这里拍这个场景了 等下搞一个大腿 他们还是从边上去买猪回来杀的 他说现在去拉猪了 可能几分钟回来 独栋别墅 猪了两只羊 这里确实没猪了 等一下猪拉回来 我们看他们怎么杀 看一下应该是这座早餐在家里面 我们去看一下他们早餐做什么 还正在烧火 他们早上 this one for breakfast 早上熬这个豆子 估计要熬半天的啊 你看这些都是空的了 这个老板还是产业比较多啊 这几栋虽然是土房子 都是他的啊 这么多 看一下这些非洲小朋友 大眼睛 他们这个皮肤确实还是比较细腻的啊 看来他们解剖 还是比较熟练了啊 不能说是抛丁解牛 也是天天在弄 像这种当地散富养的啊 基本上都不大 很少能看见那种两三百斤的 最多就像这种几十斤一百多斤 喂的可能就是那些红薯藤啊 那个泛椒皮啊 那些生的 熟到熟食也很少 所以说这个肉子的话 大概说到底香不香啊 等下搞一个腿肉 他们内脏就比较便宜 猪大肠一幅 五千千利 翻不上人的 十块钱不到 一幅猪下水啊 我只是懒得弄了啊 反正现在一个人 其他的像猪肝 这个腰花这些 只是说价格便宜一点 就像刚刚 像那种牛内脏啊 或者羊内脏啊 他们也吃 但是 就是吃的没那么多 价格不高 找准这个内骨 直接化成两半 再化一半 就是四半 就这样就挂在前面那里去卖了啊 这就算是一半了 等下在中间再砍一半 OK 这个小眼缘比较上劲 OK 我刚切了两条 他就挂过去卖了啊 等下我们去割几斤 你看 这么四分之一才五公斤 十斤 那四十多斤 加上其他的估计就 几十斤而已啊 今天还没多少客户 像之前的话很多人就在这里 买的就直接放在火上烤 烤着吃的啊 这边来了啊 这边来了啊 我们就买人腿肉 这是他家的小孩子 在这里烧猪脚 我们直接就搞那个 厚腿肉 那个腿了啊 我们之前也说过 他这个秤的精度 他最小单位都是公斤了 半公斤了啊 这里还有个小天瓶 那一个腿都不知道有几公斤 三公斤四公斤的样子 看一下这个天瓶 好久没看到这样秤了 四公斤 最小单位就算公斤算 这个肉还可以啊 像这边一万四 一公斤 差不多二十多块钱一公斤 跟牛肉一个价了 OK 看一下这个肉 还是有这么瘦的啊 现在一个人 四公斤有点多啊 反正今天包饺子 将Morrin一起来直播看一下 包在那里放在那里 偶尔就 没事早上啊之类的 那里做的时候就煮饺子吃了啊 老地方市场 买的这些姜 蒜 收工 没有葱花 算了啊 准备就绪了啊 这个市场就是那种面粉 两公斤八千五 也是十几块钱 也不便宜的这个我家啊 下午的话找Morrin湯过来包饺子啊 前段时间这个树根 粉丝们私信文的比较多 上次差不多可能就二三十位粉丝 有心体验啊 这几天有好几位反馈说效果不错的 他说下车了再要一点留着啊 但也有一个他说效果 没感觉 可能是泡酒时间短啊 或者怎样的啊 反正 粉丝们说这个有用 那还以后还可以继续的发回去 给粉丝们推荐 不过这次可能等的时间会久一点啊 当然这个跟卡米娜树皮反正 类似的嘛 没有这个的话卡米娜树皮也可以的 链接我也挂上了 有需要的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树皮啊 好了 今天的话也是带大家去看一下这边 杀猪窄羊窄牛的这个场景啊 下次我们 起早一点 这边刹牛的话就比较早 杀猪你看时间就晚一点啊 下次给大家展现一下这边刹牛的情况啊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啊 喜欢的点击关注 拜拜